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 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杜涵 17号在北京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单边制裁 违反国际法 并对人权造成负面影响应予取消 杜涵接受访华行程前表示 自2017年以来 中国受到了相关国家实施单边制裁 对中国相关地区企业等造成负面影响 而且影响教育和学术交流等 他重申 在域外实施单边制裁是非法的 杜涵说 相关制裁方应当取消和暂停 所有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 对中国 中国公民和中国公司 实施的单边制裁 尽管中国采取了相关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单边制裁 和过度遵守单边制裁 带来的广泛负面人道主义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杜涵将于今年的9月 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提交其国别访问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